哈喽大家好 上个视频我们做了生煎包 满满的汤汁很诱人 有朋友感兴趣的就问说 肉馅是怎么和的 肉皮冻是怎么做的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明一下 准备300克左右的猪肉米 50克左右的猪肉皮 那平时有多余的肉皮不要扔掉 接斩着 放入冻里 要用的时候呢就不用去买了 这么少也不一定买得到 放水里先煮一开 煮个几分钟 然后再拿出来处理 皮瓜干净 冲洗后去掉油标 切成小段 再回清水里煮 你可以放两杯清水 拍一块姜 水开后加一点料酒 转小火 让它慢煮 大约一个多小时 肉皮就会煮烂了 那我们就开大火 收干水分到300cc左右 那如果已经干了 就要加到它到300cc这样 姜片可以拿掉 放温后 我们给它打成浓质 连皮带汁300cc 碎肉里我们放 满满的半个TSP的盐 因为一般调料 半磅肉是放1TSP的盐 那我们这里有300克 就要放满满的高出来一点 再满满的半个TSP的糖 少许料酒 一丁点老抽上色 10克上下的姜末 葱花 最后肉皮汁下 那这个汁是淡的 所以我们要再加盐 1TSP的盐料 调一杯盐开水的量 加点白胡椒 去腥掉香 然后我们花些时间打 给它砸开 要肉馅好吃 就要花些时间打 就这样打打停停 停停打打 10分钟也不会过 那打好后 我们就放冰箱冷藏 大约一个多小时 冰箱拿出来 它就凝固了 像果冻一样 那你包前呢 要给它打散 可以用手捏 捏到它没有这样的韧脚 就好上手了 这个肉馅很好用 生煎 小龙 锅贴 汤团 都是这样的做法 肉包子也可以用 只是大肉包子 不需要这么多汤汁 要稠一点 那汤汁的稠薄多少 就在于肉皮放多少 调味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味蕾 可淡 可咸 如果你用惯 鸡精 味精什么的 你也可以随意放一些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